男子看上去也只有二十三四歲的樣子 比老明星大不了多少 這個時候這名男子的臉上全部都是驚慌之耳 奔跑之際 他看見他站在門口傻傻地發呆的老明星 這名男子的眼睛隨之一亮 隨之他就伸出手來招呼老明星 他就說了 小兄弟呀,快點過來救我 聽到這名男子的聲音 老明星更加大了一驚 原來這名男子發出來的聲音 好像女仔那樣嬌美 老明星就傻在那裡 他心裡有一個念頭 他就在那裡想 這個男人到底是男還是女 那個男子他看到老明星在那裡發牛鬥 他更加著急了 小兄弟呀,你還在那裡發牛鬥 救人要緊呀 看到這樣的音樂,老明星在心裡想 先不理這個人是男還是女 先把他救下來再說 但對付這種石雕武士 老明星真的沒有太多經驗 老明星決定還是用獵魔捷使一下 隨即,老明星就彎弓搭戰 就射了那個石雕武士一箭 這一箭真是快如閃電 信息之間就射到那個石雕武士的身上 只聽到叮的一聲大響 那個石雕武士被烈摩子射中喉嚨的部位 即是霧出了一些火花 烈摩子隨即就落到地面之上 只看到這個石雕武士 他的步伐依舊向著那名男子追過去 那名黑衣男子就激到大喊了 哎呀,這個石頭人蛇腎是沒用的 要用銅子尿 老明星聽我這樣說又傻著在這裡了 隨即他就想起了自己爸爸 老友方對自己說過的東西 說遇到一些比較邪的東西 就必須要用馬尿、牛血之類的 很骯髒的東西 如果要對付那些很厲害的妖物 銅子尿是最有用的 銅子尿,尤其是銅男子的尿液之中 陽氣很旺盛 而一般的妖物全部都是陰性偉多 銅子尿所以就是專門剋制這些妖物 老友方是第一次看到這個石雕武士 所以他就沒有想起 爸爸老友方告訴自己 這個江湖上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這些事在老明星的心裡 自然是屬於旁門左道 一直都是不是一辜的 而且都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因為這個從來都未異常 也都無從驗證 這一名黑衣男子見到老明星在猶豫 他隨即他又大聲在喊 哎呀小兄弟快點吧 不要再在這裡猶猶猶猶了 你再在這裡猶猶猶猶 你大哥這條性命就撞送在你手上了 敬老明星沒有說話 這名男子更加最急 他又說了 不會吧 你不會告訴我 你已經失身了吧 這名男子他在這裡說話 然後他腳步慢了一點 就是這樣慢了一點 那個石雕沒事 已經追到這名黑衣男子的身後 手中那把石虎 猶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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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 直直就聽到咚的一聲大響 那把石虎落到地面之上 瞬間把地面的顏石砍到四分五裂 那把石虎也深深地陷入地面的顏石之中 黑衣男子的臉色 嚇得好像紫那麼白 身體也是重心不穩 一下子就摸在地上 這一名石雕武士 隨即也趕過來 好像立即要出手 要了這名黑衣男子的性命 老明星看到這裡 他知道現在的情形很空險 自己再不出手搭救 這個黑衣男子真的會死在這裡 眼看著這個石雕武士 就在這裡用力地把石虎頭拔出來 此時此刻 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時機了 這一刻 老明星他終於解開褲子 走到石雕武士的面前 隨即老明星他就不再猶豫了 縱身而起 走到那個石雕武士的身後 在這幾秒之間 老明星已經把弓箭收起來 手上更加麻利地解開褲子 對著那個石雕武士的柯鳥 只看到這一股水流激勢而出 就射在石雕武士的身後 這個石雕武士 真是被人拔了插頭的電機 那樣立即就停止了 那把石虎頭剛剛被拔出了地面 就是這樣一頭立在地面 另一頭還在石雕武士的手上 老明星見到這樣的音樂 他就鬆了一口氣 不過他還覺得自己還想柯鳥 隨即對著石雕武士 又是一股猛蛇 這一股鳥 將那個石雕武士 全身都淋了 老明星才停手 然後老明星就穿上褲子 一抬頭就見到那個黑衣男人 正在傻傻地看著自己 老明星就有點不好意思了 那名黑衣男子狼狽不堪地爬起來 來到老明星的身前 他歪著頭打亮老明星幾啞 他忽然間開口 他就說了 你這一股鳥真是認真厲害 這個時候老明星距離這個黑衣男子很近 但是這個男子說話的語氣 還是那麼無味 這樣的一句話 從這個黑衣男子的口裡說出來 怎麼聽都覺得有點怪怪的 百倫不淚 老明星真是 他暈身都起了雞皮 他忍不住就向後退了幾步 這名黑衣男子 他唉呦一聲 他臉上就堆起了笑容 他就說了 唉呦 小兄弟 你為什麼怕我 剛才這個石頭人這麼厲害 你都不怕 你為什麼怕我 真是好笑 老明星就聽到這個黑衣男子 不停地叫他做小兄弟 他就覺得有點生氣了 他隨即就沉聲說 你是誰 為什麼來這裡 你先告訴我 這名黑衣男子 好好說話 老明星就擺擺手說 還有 你跟我說話 不要那麼瘋狂 聽著很難聽 我暈身起了雞皮 這名黑衣男子 他就反了白眼 他咳嘴一下 就對著老明星說 你又是誰 為什麼來到這裡 你先告訴我 這名黑衣男子 好好說話 居然不覺得他瘋狂 沒有了毛眉 多了一些陽光之氣 只不過 從這名男子的聲音那裡 還可以聽得出來 他的聲音 是比較尖細 稍微有些少轉折 就會多一些女人的氣質 只不過 這名男子 他現在這樣說話 老明星的心那裡 就覺得舒服了很多 好了 這一節就說到這裡 那我們繼續來聽下一節 我是拿寶 如果喜歡拿寶說的故事 請關注和訂閱 謝謝 第五十二章 地藥惡魔 上一節說到 那名黑衣男子 制伏不到 那個石雕武士 而老明星窩了 就把他制伏住了 老明星看著這名黑衣男子 他就沉聲說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呢 這名黑衣男子也不甘是虐 還在那裡 這樣歪著頭來看著老明星 他就說 那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呢 老明星見他這樣說 冷坑了一聲 心就想了 唉 算我不好運 在你身上 耽誤了這麼多時間 隨即老明星就轉身 看了一下這個洞窟 洞窟之中 只有一側那個石雕武士 凶囂囂的洞孔那裡 隨此之外 別無虛處了 看來小米如果離開 也是順著那個石雕武士那裡 離開了 隨即老明星就縱身而起 向著那一側 石雕武士那個洞孔那裡 走過去 那一名黑衣男子 他看到老明星走了 他呆了一下 隨後他又望下四周 再一次看到被老明星 老明星也不聽他的 依然在快步走到石雕武士 凶囂囂的石壁的面前 他倒下頭就轉了進去了 那名黑衣男子他更加急了 他在那裡大喊 嘿 小兄弟 你是不是找那個小妹妹呀 老明星聽到 就連忙停著腳步轉身走了過來 站定之後 看著這名黑衣男子 才尋聲說 你看到那個女生嗎 這名黑衣男子 走到老明星的身前才站定 對著老明星說 是啊 我剛才看到 不過你先告訴我 你是誰 為何也在這裡 老明星聽他這樣說 就皺下眉頭 掛了他一眼 轉身就要走 這名黑衣男子 見老明星這樣 他又著急地說 好… 我先告訴你 那個小妹妹的下落 然後你就告訴我 你是誰 不過你就算不告訴我 都無所謂 你這個朋友 我交定的了 老明星才停著腳步 轉身來 靜悄悄地看著這名黑衣男子 這名黑衣男子就笑著說 小兄弟呀 老明星就皺著眉頭說 你別再叫我小兄弟小兄弟 小兄弟這樣 我姓老 老明星 你就叫我小老 聽了老明星的名字之後 那名男子眼前一亮 哦…原來你姓老 好…小老 我姓丁呀 我叫丁寧 老明星就心想 這個什麼名字 聽上去跟女孩子的名字一樣 怪不得你這麼有型 老明星就沒有再說話了 那個丁寧又笑眉眉地說 我的名字是不是很好聽呢 我跟你說 我出生之後 我爸爸為了我這個名字 花了幾千元的 老明星聽我這樣說 就皺著眉頭心想 這樣的名字就要花幾千元 是不是有病呀 你這個人看起來 他話那麼多 真是很煩 他就連忙打斷了丁寧說話了 他就說 你就說那個姑娘去了哪裡就行了 丁寧他就笑著說 哼…你這個小兄弟 這麼著急那個姑娘的下落 那個小妹妹是不是你的情人呀 老明星聽我叫小兄弟 然後他又不耐煩了 叫我小老 丁寧就笑著說了 好好好 好…我告訴你 如果你真的順著這個洞 一直走下去 走一年你都找不到那個小妹妹 老明星這次就忍著沒有打電 這個婆婆媽媽的丁寧說話 這個丁寧的好滿意 他又對著老明星說 剛才那個姑娘 是其實從西面那張石頭人那裡逃走的 老明星聽我這樣說 就在這裡鬧了 什麼叫逃走 小妹是因為難過才離開的好不好 老明星在心裡想著 他忍著不跟這個丁寧在廢話 因為他知道 只要跟丁寧討論這個話題 他會更加煩 丁寧隨即就走到西面 那一瓶石雕武士的面前 對著老明星說 那就是這裡了 老明星也走過去 來到那一瓶石雕武士的面前 看了一下 只見到這個石雕武士的身上 果然有人被動過的痕跡 老明星還問這個怎麼打開 老明星他知道丁寧一定是見到小米 是怎麼打開這個機關密度的 果不其然 丁寧他就笑著說 他就說我來試試看 一伸出手 他就扯著那個石雕武士的喪臂 猛地向左扯動 只聽到格格格的聲響 那個石雕武士居然慢慢地轉動開來 石雕武士的背後露出了一個黑暗的洞口 老明星他就顧不上去追問丁寧的來歷了 現在這個時候 他只是擔心小米的安危 隨即他就縱身而起 向著那個機關密度之中追了過去 那個丁寧就在他背後大喊了 哎呀小老兄弟 你等等我 等等我 老明星就不再理他 在他飛身前行 走出了幾里之外 他手上就照到一個身影 那個身影的身材很纖細 現在正貼在一側的石壁那裡 聽到身後的腳步聲 那個身影隨即就轉轉頭來 老明星他立即看到那個身影 正是自己在死找的五斗米傳人小米 老明星見到小米 他忍不住大喊了一聲小米 小米見到老明星面上真是又驚又喜 小米聽到老明星這樣叫他 他隨即擺擺手 似乎在那裡視乎老明星不要出聲 老明星他就疾著了 他就連望停著腳步抬眼望過去 只見到小米前面幾米開外的地面之上 居然站著一個片身黑霧的人 那個人捱著身似乎在地上找什麼 聽到老明星的聲音 那個人猛地轉轉頭來看著老明星 剛才老明星的心裡全都是小米 他擔心小米的安危 居然沒有住到這個人 現在看到這個人的瞬間 老明星的心裡心肚大震 原來這個人片身黑霧之下 那塊臉是死白死白 在這樣一副慘白的臉孔之上 有一雙灰白色的眼 正在那裡釘著自己 這雙眼不像是人類的眼 那雙眼那裡全部都是死亡的氣息 這個人似乎是來自九重幽泉 十八層地獄之中的魔鬼 老明星心裡的寒意 猛地升起來 見到這個人的瞬間 老明星的隨即之道 眼前這個人絕對不好對付 比之前那個石頭人更加難對付 就在老明星的心裡疑惑的時候 那個人的身體猛地躺起來 就在這一瞬間 就像閃電一樣 就來到老明星剛才站的位置 說時遲那時快 老明星也在兩三秒 電光火石的一剎那 身體平移到一側的石壁那裡 那個人的身形一落地 對手垂直就伸了出來 向著剛才老明星站的那個位置 猛地一逃而下 老明星現在的身體 已經貼在石壁之上了 但是還是可以確察到 剛才那個人 逃空這樣一觸 是多麼伶俐 好了這一章節就講到這裡了 這個黑衣人到底是誰來的呢 老明星可不可以打得過他呢 我們繼續來聽下一章節 我是拿寶 如果喜歡拿寶說的故事 請關注和訂閱 謝謝 謝謝 第五十三章 往事如煙 上一章節說到 老明星去追小米 然後在途中 遇到了一個 遍體黑霧的僵士 讓老明星更恐懼的就是 那個人的對手 劈胸疑的那一殺 空氣自重 居然隨著那個人 守著那個揮動 放在了絲絲 很詭異的絲綢的氣息 這一股絲綢真是令人作嘔 老明星他就忍著 內心那股不適 他的眼睛這樣釘著那個人看 這一次他看清楚了 才發現這個人形 其實就是一句僵士 一句片體三碗黑毛的僵士 老明星這個時候也知道 眼前這句僵士 就是爸爸曾經跟他說過的 黑僵士 也就是倒斗人口中所說的黑胸 聽說這個黑胸 還不是最厲害的 僵士自重 還有所謂的白胸血殺 白胸片體白毛 指甲足足有一尺那麼長 生在帝靈之中 四處遊走 只要遇到那些 來到帝靈黃墓之中 杜墓倒斗的人 就會聞聲而上 將那些人生生地食住 血殺就更加恐怖了 血殺身上的脅染全身 只要黏上一點點 那他這個部位就會爛了 而且在短時間內 會死以非鳴 看到眼前這一句黑胸 老明星的心裡 就鬆了一口氣 他抬眼看著小米 只見到小米現在已經走到一側 站在石壁之前 大氣都不敢休息了 老明星見到小米沒事 他心裡又放心了一點 也在這個時候 只見到那個黑胸一擊不中 隨著身體慢慢地站起來 那黑胸站直到的身體 竟然比常人高了很多 只見到這隻黑胸滿眼死亡的氣息 慢慢地從一側掃過來 略個老明星身上的時候 老明星只覺得一陣寒意刺骨 似乎黑胸的眼就好像實質那樣 可以凍死人 老明星呢 他就停住呼吸 只見到那個黑胸 一點一點地逼了過來 一直來到老明星的身前 才停了腳步 跟著見到那個黑胸在面前聞了幾下 才又慢慢地另轉身去 老明星以為黑胸就這樣離開了 剛剛想吐了一口氣 忽然間黑胸好像閃電一樣轉過身來 慢慢地來到老明星的身前 這一次 居然更加是張果夫 刪了無盡絲臭氣息的頭 伸到老明星的眼前 那一雙灰白色的眼 不直地釘著老明星 老明星也忍不住了 慢慢地一拳直擊出來 這一拳出擊力度使了十足十率 瞬間就打在黑胸的身上 黑胸的身體被擊到往後 噹噹噹地推了十幾步才停住 隨後黑胸的身體一晃 再一次扑上來 一雙插黑的手臂 向著老明星剛才站的位置就捉了過來 老明星已經在幾秒之前 看電影穿了出去 他好像閃電一樣走到小米的身前 站定 拉起小米的手 一路沿著通路狂奔 那隻黑胸 他對手抓在石壁之上 他那些長長的指甲 立即就牽回來了 隨即 他就聽到老明星和小米兩個人 急速逃跑的聲 黑胸立即就追了過來 老明星帶著小米一路狂奔 方不擇路 十幾分鐘之後 就來到一處通道之中 抬眼看過去 看到這條通道很熟悉 他想了一下 老明星就醒來了 這個通道是通往老班寵老祖堂的那條通道 只不過這個老班寵下面的通道 曲曲折折 四通發達 自己先前離開老祖堂 去找小米的時候 是從另外一側的 但是這一次 他從反方向來到這裏 身後那隻黑胸絲 腳步越來越近了 老明星他現在已經沒辦法去顧及 是不是把黑胸引到老祖堂來 他隨即就拉著小米的手 向老祖堂那裏走過去 小米的腳下就有點遲疑了 他低聲地對著老明星說 老大哥 我爺和二爺爺在哪裏 我不敢進去 老明星他就沉聲說 小米沒事 有我在,不用怕 小米聽到老明星的聲音 他方念的心 才慢慢地安定下來 小米跟著老明星走到老祖堂前 抬眼看過去 只見到老祖堂的石門虛染著 裡面一點聲氣都沒有 老明星看到這樣的情形 他就心想 啊,怎麼沒有人呢 爸爸和張叔叔,張傑傑,他們不在這裏嗎 跟著老明星他就伸出手 把石門推開 石門推開了之後 裡面空溜溜,什麼都沒有 爸爸,老友方和張傑傑 還有張筆衫 還有米一城和米半城 全部人都不見了 老明星和小米就呆住在那裏 老明星和小米他們的故事 就說到這裏 我們現在來繼續聽聽 老明月和三公密封 他們又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時候,老明月和三公密封 還在東行的路上 這一次,他們得到消息 師父今晚樓 現在正在一座海島之上 兩個人東行 就是去跟師父會合,共商大雞 一路上,老明月的腦海裡 就在這裏想了 想起自己和師父和三公密封 是點相識的點點滴滴 往事如煙 這些往事,一點一點的 從老明月的腦海裡 就在這裏偷現出來 不是每一個人都是人 有些人是披著人皮的噩摩 我叫做老明月 三歲的時候被爸媽遺棄了 被老人撿到,送到孤兒院 十二歲的時候,密封來到孤兒院 將他接走 跟著師父今晚樓做了一名神秘的都市獵魔人 揹著一把鮮紅色的大公 專門去獵殺那些食人的都市窮魔 從今之後,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見到了各式各樣的魔 亦都因此在身上發生了 詭異的讓人匪夷所思的一系列的事 密封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 我就站在孤兒院的院子那裡 站在那一棵火紅色的枫樹葉下 傻傻地看著和我一樣大的那些小孩在玩 我一直都很孤獨 我不喜歡人多熱鬧的地方 我只是喜歡一個人靜悄悄地想著自己的心事 密封就是這樣靜悄悄地看了我半天 接著是我走了過來,站在我的面前 滿頭的陽光忽然間就被擋住了 我慢慢地抬起頭,看著密封 我不明白,這個比我高價這麼多的這個男生 怎麼會站在我面前的?我不明白 但我也不問 密封他就這樣看著我 他嘴角那裡浮現出一些笑意 他對著院長說,我要他 院長他看著我點點頭 眼裡有些安慰,也有些釋然和輕鬆 接著,院長他就對密封說 他就說,好,那你過來擺下手續 把這個小孩帶走 這個小孩的性格有點孤僻 你記得要對他好一點 密封就笑著說,就說,我一定會的 密封的笑容有點詭異 密封帶著我離開孤兒院 我原本以為密封會把我帶走,收養 誰知道密封帶著我坐上火車來到另外一座城市 接著就下火車,打了個的士 七拐八拐來到一處很荒涼的廢棄工廠的廠房那裡 工廠的車間那裡空溜溜 我什麼人都沒有,看來很可怕 密封把我帶到車間的中間 讓我坐在一張鐵製的冰冷的椅那裡 接著他就沉聲對我說 他就說,你坐在這裡,不要動 接著,密封他就沿著一樓梯上了二樓 站在二樓那裡看著我 我有點怕,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把我帶來這裡 要我坐在椅那裡又有什麼用意呢 我就問密封了,我就說這裡是什麼地方 密封他不回答我,只是靜靜地看著我 我又問了幾次,密封只是沉默 我就知道問都是白問了 那我也沉默起來不說話 夜色慢慢地暗了下來 這麼大的車間那裡顯得更加孤直和空曠 一陣陣冷風從四周沒有玻璃的窗戶那裡 我又穿了進來,又從另外一側穿了出去 發出了烏烏烏的聲響 其實我心裡很害怕 但我知道求什麼都沒用 我就在爬牙關不說話 就是這樣一時間,一點一點過去了 忽然間從大門那裡有個白影一閃 我傻著,我還以為自己眼花 只見到一個,穿著白心的小孩子 慢慢地從門外邊走進來 那個小孩子的身上的衣服是白色的 那臉也很慘,看來很可怕 這個小孩子的眼裡有古怪的東西 看我的時候就好像見到什麼精美的食物 嘴角那裡露出了一絲微笑 向我慢慢地走過來 我大驚失色,藉著月光 向那個小孩子的腳下望去 只見到這個小孩子落地竟然沒有足跡 這一瞬間,我忽然間明白了 這個小孩子不是人,是鬼 是一隻要吃人的小鬼 我怕得暈身打爛震 我連望轉過頭來 向蜜蜂求救,我就說 這裡有鬼 蜜蜂他看著我眼裡露出了一絲驚奇知識 他就低聲吻 他就說,你為什麼可以見到鬼 我看到這隻小鬼 從遠處慢慢地走過來 那個食人的小鬼的眼裡露出了一絲興奮的樣子 我連望向二樓飛奔過去 一路走,一路震聲在大喊 我就說,我也不知道 院長他說我的左眼,自小就看到一些骯髒的東西 我一路走,那隻食人的小鬼竟然裂開嘴露出了一口雪板的牙齒 他那兩隻小腿用力跑向我追了過來 一路追,還一路發出了噱噱噱的小聲 我嚇到雲飛拍散,眼看就要被那隻食人的小鬼追趕上了 蜜蜂那對眼睛瞪了起來,忽然間一伸手 從腰間就抽出了一條腥紅的蜜蜜 跟著他隨手就抖動了幾下 那條腥紅的東西竟然在相識之間 經過蜜蜂的手變成了一隻大公 最後就見到蜜蜂,他左手拿著弓 右手從左逼之上伸手一抽 竟然抽出了一根碧綠色的箭 彎弓搭置,一箭就向那個食人的小鬼射過去 這一箭射過去,呼燒而過 瞬間就射入到那個食人小鬼的胸口那裡 這隻小鬼的臉上露出了痛苦知識 隨即就跌在地上,扭動了幾下 隨即他的身體就發為一股很濃過黑色的煙氣 隨後黑煙慢慢地變淡,慢慢地發為烏油 車間的地上,塵土之中 只是剩下的那支箭在地上 見到這一幕,我站在樓梯口,一時就傻住了 蜜蜂把那把腥紅大公收起來 然後他慢慢地從二樓走下來,來到我面前 他的眼睛就這樣看著我,過了一會兒 才沉聲說,他就說,你有陰陽眼? 我搖搖頭,喃喃自語地說 我就說我不明白什麼叫陰陽眼 蜜蜂慢慢地說,他就說有陰陽眼的人 才能見到鬼魂的,如果不是的話 剛才你就見不到那隻小鬼 我還是搖搖頭,我就說,我說我不知道 不過院長他說我可以見得到 我不是經常見到,我是有時看到,有時看不到 蜜蜂他又打亮了我幾眼,他就點點頭 隨即對我說,他就說,好,我帶你去見師傅 我後來才知道,那次蜜蜂帶我到廠房的車間 其實是要我當幼兒的,是要我引誘那些在城市四處遊蕩的食人魔 因為那個地方早已經荒廢四十年了 當地人都叫那個地方叫鬼魂 聽說那裡是鬼魂亡靈,還有食人魔經常去的地方 師父接了一個單,在附近一間夜總會的老闆的單 夜總會的老闆說,經常有一隻食人魔在那個地方出現 所以夜總會的山椅就一落千丈 所以師父才派蜜蜂來到這個城市獵殺一隻食人魔 蜜蜂他來過幾次都沒有抓到 後來他想到一個辦法,就是用一個山人作為幼兒 引這隻食人魔出來,在這個鬼魂的廠房那裡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這個食人魔一箭射死 而我呢,就很不幸地被選為一個注定要犧牲的幼兒了 幸好,我有隻陰陽眼,關鍵時刻救了我 不過我不討厭蜜蜂 因為那時候的我,對於蜜蜂來說就是一個陌生人 蜜蜂帶我見師父,師父的名叫做金曼郎 見到我,蜜蜂和師父簡單地說了一下 師父隨即將我叫到身邊 他掀開我的眼皮,仔仔細細地看了一下 然後又詳細地問了我一些情況 才若有所思起來,過了一陣子 師父才對蜜蜂說,他就說 好,這隻小孩的左眼是一隻陰陽眼 不過,他化育都不好,是一隻陰陽眼 所以才會有時見得到鬼,有時見不到鬼的情況 不過,如果練習,假而是日 這個小孩的未來,是不可限量的 接著師父就轉著頭來看著我 慢慢地問我,他就說,你叫做什麼名字 接著,我就跟師父說,我姓老 師父的眼裡又露出了一絲涼光 他嘍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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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嘍 他就不明白師父為什麼說我這個聲音好 好在哪裡 接著,師父又問我一個問題 他就說,你肯不肯跟著我做一名獵魔人 好了,這張節就說到這裡 那我們繼續來聽下一張節 我是拿寶,如果喜歡拿寶說的故事 請關注和訂閱,謝謝 第五十四章,血殺陣,獵魔人 上一張節就說到了老明月的身世 原來這個老明月,他自小就有陰陽眼 我就藍藍自語地問師父 我就說,什麼是獵魔人 師父就給我解釋獵魔人的來歷 師父他就說,獵魔人和木匠一樣 都是供奉著一個祖師爺的老邦 老邦是春秋時的老國人 擅長製造各種機械 他是木匠的鼻祖 其實不為人知的是 老邦其實還是世上第一個獵魔人 在這個世界上 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出現 這些人,披著人皮和普通人舞兩樣 他們經常會利用花言巧語 將人騙到一個靜雞雞的地方 然後露出了真靈的面目 將人殺死或者剝皮 或者抽根去骨 種種殘忍的東西 我們就在這裡說了 這些人其實不是人 而是披著人皮的惡魔 我們的老邦爺呢 他有大慈悲之心 於是就造就了七十二門含魔陣法 三十六種機關秘術 專門用來對付這些人 從人群之中的惡魔 只不過殺惡魔這件事 一陣子 三十五種機關移 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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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種機關移 三十五種機關移 十三種機關移 三十七種機關移 十五種機關移 十六種機關移